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不能无底线 行善不能无底线 欢恕不能无底线 日子有功 当我们经常听这些说话 这些观点就会成为我们行事审议事物的标准 人有抗疫疲劳 做好事也有行善疲劳 若不小心 一切的功德就会付诸冬流 人普遍认为爱是一种良好的感觉 烛光下的晚餐 其实不是的 爱是一种决心 我决定去爱 无论环境顺益 疾病健康 即是 任何环境的变迁 都不能够动摇 爱对方的决心 所以 真正的爱 应该是 无底线的 究竟 爱 是什么呢 有时 我真是 太不明白了 现在 让我们在这个复活期里面 开始这个灵修的体验 要紧记 这个时期 是延续耶稣復活的事件 復活冲破了十字架的宿命 罪恶 没有侵蚀基督的身体 墓月的黑暗被复活的德能所照亮 墓门的巨石的沉重 也不能够阻挡复活的威力 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尽量找尋一个能够洗自己安静的地方 没有人骚扰 安静坐下 闭上眼睛 注意自己的坐姿 让自己感觉到舒服 稳图 我知道绝对的灵静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相信 我相信当我愿意返回自己的内心 在内心的深处 我相信会找到上住天主 在那里没有人能够使我离开它 现在我会以声音道学 在适当的地方 稍作停顿 让大家可以 在其中自我体会 现在让我们向天主求一份恩典 是什么恩典呢? 一份能够让我们在内心 让精神引导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在今天 善用天主给我们的时刻 与祂相遇 现在 我们将意识 集中在坐姿上 感到 稳妥吗? 感到有一份平安吗? 这份平安不是来自人为的结果 而是圣神的临在 在感觉到这份 稳妥平安的时候 不妨于这个圣神打个招呼 我现在将注意力放在我的呼吸里面 慢慢的呼 慢慢的吸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所吸入的圣神 吸入圣神有什么感觉? 感受一下 当这个圣神存在的意识浮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不是孤单 隐约也听到圣神在我心灵深处的呼唤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你们该彼此相爱 耶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按《若望福音记载》 由达斯从植间出去 赴迈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 现在人只受到光荣 得到的光荣 这个正是展开受难罪磨的时候 耶稣预告 耶稣颁布了他爱的戒命 在这里 我们向主祈求一个恩典 让我们有机会置身于 最后晚餐厅门徒当中 感受当时的气氛 耶稣的神情 耶稣的神情 门徒的反应 门徒的反应 你坐在晚餐厅的哪里 你会在门徒当中的哪里 是想象耶稣就是你眼前 在刚才的默想过程里面 可有什么地方 你是不明白 想亲身去问他呢 爱是不是没有底线的 耶稣 耶稣 你的底线 在哪里 做你的门徒 是不是真的要这么辛苦呢 他怎么回应你 我门的天父 愿你的名 愿你的国 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日间 愿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尚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 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勉于洪恶 阿玛 阿玛